這是CAM的第一課 CAM就是拆解一下物質的組成部分 以及在什麼條件之下會有什麼變化 掌握了這些知識後有什麼用呢? 例如我可以看看食物中有沒有一些危險物質會變化出來 以及掌握了變化就可以製造一些有用的物質 所以我們首先將物質試試分類 如果像水和油般混在一起,就叫做mixture 如果純淨的話,就叫做pure substance 純淨到像蒸餾水一樣,也只是一種CAM 它是由H,氫和Ox,氧組成的 氫和氧才是element 所以其實CAM和mixture都牽涉到兩種atom組成 我們就會不斷把這些pure substance 不斷嘗試用化學的方法來分解 分解到盡頭沒辦法的時候 那些就是element 是一些基本的組成部分 比如Ox,就是element 水並非element 因為我可以電解 變成H,氫和Ox兩種成分 Compound是由element組合而成 而且是Chemically Combined 什麼意思呢? 就看看下面這個用原子atom的示範 element就肯定是由一種atom組成 因為它不能再分拆 而它們的Chemically Combined 就是因為它們有特定的接口位 令到組成一些特定種類的粒子 這些粒子的質地跟之前的完全不同 所以我會說它的性質跟它本身的element是不同的 而且基於這些接口位的情形 我可以預計到Compound的結構 以及它需要每種atom的比例是多少 舉個例子 鐵獸是由鐵在空氣中遇到氧氣而形成的 所以鐵獸其實是Iron Oxide 即是氧化鐵 是一種紅色和很鬆脆的物質 和鐵本身的質地完全不同 而它們的形成過程是怎樣 就是由鐵和氧的原子 形成一種特定的結構 我亦都可以在這個特定的結構 預測到鐵和氧的atom的比例 而Tableshot就是我們平常吃的鹽 其實它就叫做Sodium Chloride 意思是它是由Sodium 和Chlorine這種氣體做的化合物而形成的 它們的質地之前和之後完全不同 如果要分解它們出來的時候 就可能用到加熱或者電解這些招數 接著說到mixture 它就是兩種或以上的substance 在一起 未必像水溝油一樣 可能是領碎加糖的混合物 總之就是把它放在同一個位置 混合的時候 可以跟element混合 也可以跟cumpan混合 但是混合的時候 一定的atom不能夠形成新的組合 這樣才算是mixture 看看第四題 比較了這幾個圖 就知道atom的 如何砌出cumpan 又砌出mixture A這個最簡單 整個圖只有一種atom 所以這圖代表的是一種element 但是D這個圖 它也是只有一種粒子 不過這粒子有兩種atom 全成的 所以D其實是pure substance 不過它是一種cumpan 所以我們回答一下下面A部分 它問我哪一種是mixture 那就是B和C 你會發現裡面 每幅圖都有兩種粒子 所以我們反過來 哪一種是pure substance 那就是A和D 兩幅圖代表是pure substance 接著看看這個真實例子 就是Iron這種金屬和sulfur這種粉末 混合的時候 是mixture 會保留前面兩種element的特質 但是如果加上燒一燒它的時候 就會變成A和sulfur這種新的物質 就是流化鐵 那下面這些特質 就是驗證它真是一種新的substance 譬如鐵本身受磁石吸引 那mixture保留這種特質 就是鐵粉也會受磁石吸引 但A和sulfur就不會受磁石吸引 如果加水下去的時候 其實sulfur有些會浮起 那mixture保留這種特質 不過 A和sulfur會整個餅沉在水底 最後就是加上Hydrocoic acid 鐵會跟Hydrocoic acid 反應產生Hydrogen gas mixture保留這種特質 但A和sulfur會有一個全新不同的反應 就是出現Hydrogen sulfur的gas 它是一種有臭蛋味的gas 如果兩種element 它們的atoms再重新組合 而成為新的粒子 那些叫cumpan 是一種新的物質 那些粒子應該用了特定數目的每種atoms來組成的 而它的特質跟先前的element 應該就完全不同了 不像mixture 就這樣把它們混在一起 所以會保留了原本element的特質 分隔的時候 也用到physical method就完成了 比如在剛才的鋪和sulfur的情況下 我用一塊磁鐵就可以把鐵粉吸出來 那些就叫做physical method 看看這兩題MC 比如第三題 就需要大家認識這四種東西 首先說air 就混了幾種的gas 例如nitrogen Oxygen 和carbon dioxide 所以毫無疑問 它是一種mixture B和C 都是acid acid 其實是酸性物質混在水裡發生效用 所以它們兩個都是mixture 另外 SILVER 就是銀 是一種基本的金屬 在PureElement 也可以找到 所以說它是PureElement 是對的 所以答案就是boil 第四題 就是為什麼它是Cumpan 跟著它的定義 Cumpan 是兩種物質反應而成的 所以C就完全跟著這個定義 解釋到為什麼sodium chloride 是一種Cumpan 所以C是對的 接著我們說一些Camp 會用到的Terms 它們會經常在題目上出現 所以要非常小心 首先就是observation 其實是總括眼耳手臂所感受到的東西 不包括厚 因為我們不會吃化合物品 下肚子 接著就是chemical change 和chemical properties chemical change 就是一些新的substance 形成的時候的reaction 而chemical properties 就是一些物質 在什麼條件下 會形成的新的物質 譬如我拿著維鈣絲 因為裡面有sodium hydrogen carbonate 所以我扔它下水的時候 它會噴泡 那我就可以說這些維鈣絲 有一個chemical properties 就是它會和水很快速地反應 產生carbon dioxide 然後就是physical change 這一類的變化是沒有牽涉到新的substance的形成的 常見的就是固體、液體、氣體之間的轉換 另外就是mixture的形成 還有就是separation 舉個例子就是 如果有一杯鹽水 我加熱讓水乾掉 剩下的鹽粒出來 就是separation 那說到sodium liquid和gas之間的轉換 就要提一下sublime這個字 意思就是由sodium直接變成gas 那譬如乾冰 其實就是carbon dioxide的sodium 但是壓力下 其實沒有liquid state 直接變成carbon dioxide的gas 而RD也是沒有明顯的liquid state 所以我煮的時候 就可以說它是sublime的 接著到physical properties 逢不牽涉到它怎樣形成其他新的物質 那些描述全部都是physical properties 舉個例子就是density melting point,boding point 它有多硬 拉低有多長 還有導電性或者導熱性 接著看看這兩題MC 就是分辨一下physical 和chemical change 關鍵就在於 你知不知道它形成了新的物質 譬如第六題MC來說 B這個選擇就是水變蒸氣 其實只是由液體變成氣體 但C這個就是carbon 在氧氣中燃燒 我知道它會形成carbon dioxide 就是二氧化碳 它是一種新的物質 所以C這個改變 是屬於chemical change 所以C是答案 第七題 我看到A這個選擇 它告訴你會形成hydrogen和oxygen 如果你知道這兩隻是gas 就知道它跟水的質感完全不同 新的物質形成了的時候 是屬於chemical change 所以A是答案 但是反觀就是 CD這兩個選擇 其實都是牽涉一些物態的改變 即是Solid、Liquid和Gas的轉換 沒有新的物質的形成 所以C和D都並非答案 這個表就統合了之前的物質的分類 譬如在Pure Substance的範疇 也可能是element和compagn 而chemical change 就是其中兩種element 合起來 而形成compagn 形成一種新的物質 或者分解 變成兩種element 另外 physical change 就是沒有牽涉到新的物質的改變 有可能在裡面 拿出兩種Pure Substance 放在同一個位置 形成mixture 或者做separation 將它分成兩種pure substance 都算是physical chang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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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